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和产品的重要环节 2018年有一项研究发现 80%的消费者都希望去实体商店 但仍有75%的消费者表示 他们更喜欢在网上购物 营销平台Trucker的营销副总裁说 新兴品牌可以通过Instagram看到最大的成功 虽然品牌的现有消费者 可能不会一级切换到通过该应用进行购物 但他们更有可能在那购买新发现的品牌 新品牌在Instagram上开设商店的目标是简化购物流程 Instagram目前仍在于Revo KKW Beauty Harmister NARS和NIT等精选品牌测试其checkout功能 在任何企业都可以在Instagram上开设商店 并在帖子中标记产品 而这些标签可将客户引导至该品牌的网站 以在此购买商品 而无需在应用程序中退出 可以将使用checkout的两个品牌的产品发布 以及无法访问他们的产品发布 添加到用户的个人愿望清单中 该清单位于已保存标签下 目前尚不清楚 当用户将单个产品保存到愿望清单时 是否会通知品牌 或者在保存物理帖子后 他们是否可以查看将产品保存为企业的次数 对于当今社会的消费者来说 Instagram是发现的主要渠道 数字和创意机构Compose的最新报告发现 美国的消费者中 有60%使用该平台来发现新的品牌和产品 他还表明 Instagram是领先的发现平台 领先于snapchat youtube和flashbook